8月4日下午,有网友在北京朝阳区家里中心偶遇到了李小璐,带着女儿甜心去儿童探险乐园游玩。 照片中李小璐扎着马尾便,穿着粉色系的衣服,看起来十分甜美少女。 李小璐一边盯着甜心玩耍,一边手机不离手,露出甜美笑容的她,不知道是不是在和贾乃亮畅聊事情,还是在打电话向贾乃亮汇报女儿的点点滴滴。 自从李小璐夜宿风波后,李小璐和贾乃亮的一举一动也是受到众人的关注。 最后频频传出两人已经离婚的消息,甚至已经脱离同乐影视,离开公司。 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,27日晚上,贾乃亮时隔半年在登综艺舞台,已经明显蜕变很多,脸上多出了很多惊异的笑容。 而用心去看,就会发现贾乃亮依然将李小璐放在心中首要位置。 在节目中,贾乃亮的工作室中,墙面上挂着李小璐的作品汉报,而且挂在非常显眼的位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